嗨,我是Eric 今天我又来分享 钱 又是关于钱啊 好吧,今天我来分享一个东西就是 通常呢,我们男生呢 每次看到女生买化妆品啊 护肤品的时候呢 都会觉得,诶,你们浪费钱啊 其实真的是浪费钱嘛 我就先讲这一次 我就先讲男生吧,好不好 男生啊,其实啊,对钱的观点啊 和女生对钱的观点 会有一点点的差异 对不对 女生买化妆品,护肤品 为了什么 人只活一次 那么是不是应该 漂漂亮亮的活一次呢 那么,有没有想过 其实女生买化妆品啊 护肤品啊,保养自己的时候 是不是 其实也是为了你啊 我们男生啊,对不对 所以呢 钱,是花在他们的身上 是用这些吗 可能吧,也许是吧 但,我可以说的是 只要你把观点放在他们的身上的话 其实不是 其实,他们就把钱 女生就把钱 就放在这张脸上啊 身材上都好 因为年代不一样了 你长得好看 外表好看的话呢 自然是有他的知性嘛 对不对 有些人就需要这些 那么,其实有错吗 也没对也没错 不过呢,我想要说就是 只要把观点放宽一点 放宽一点 就是就会比较 看得开 也 看得顺眼 是不是 其实 真的 男人呢 都要保养 因为呢 身体就是我们的财富 而现在呢 那个脸蛋 我们不是明星 可是 很多时候 我们都希望老 也老的好看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些呢 花少许钱 然后要一下 那么呢 花少许钱 来互付一下 其实也是应该的 好不好 OK 所以 更改一下 Change Conception 更改一下这个观点 这样的话呢 一切都很美好 就好像 一张很美的脸蛋 哈哈哈 好不好 OK 下次再分享 拜拜